一台新捆的奥迪A3 是不是只见过照片 没干过真车 那今天我们就把真车给他借过来了 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这台A3到底有什么 值得和大家去讲的地方 那我想照片大家已经看过的话 我们就少花点时间来讲造型了 好不好 造型我觉得只讲几个小地方 第一个你看 现在所有的奥迪在上面 都加了一个小嘴巴 当然这个也是备选的一个方案了 因为这个是S-Line的版本 所以它代表的是运动 所以这个加了一个这样的出风口 应该叫进气口 加了一个这样的小口子以后 就有点像奥迪A4的那一个S-Line的版本一样的 那第二个地方当然是登场登场 我们还是要看一看大灯的 就这个大灯 我觉得观感上怎么着也会提气 那么一两千块钱的感觉 这个如果比起来宝马一气 或者是比起一个奔驰Acas 那这个大灯给我们的感觉 是要来的更高级一些的 这点我觉得的的确确是这样 我们今天介绍的这台车是一个三箱的版本 所以还是有必要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整个尾巴是怎么样的 后备箱大概就是这么大一块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给大家看看后备箱有多大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是一定要是来给大家看看 这一代的奥迪A3又比上一代加长了一丢丢 所以加长的这一丢丢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后排的座椅上了 这个是小浩你刚才坐的座椅是吗 小浩是我们的一个大胖墩 来我们来给大家看一看 正常的一个坐姿是什么 咱不关门 咱看看这里 我先把它调到一个正常的坐姿上去 来我们调 调到一个正常的前排坐姿 大概就差不多这样 差不多对吧 大概这前排正常坐姿 那我们来看看后排的正常坐姿是什么样的 来看看 这里的话呢 我们已经给大家留出了一圈 两圈 两圈半嘛 或者有三圈 两圈半到三圈之间的距离 比较感叹一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入行去试奥迪A3的时候 那是它的上代车型的 那时候去试奥迪A3的时候 感觉就是这样的 特别急促的 但现在中国市场 大家有这种的加长的需求以后 的确是给加长了出来 但两箱的版本呢 这个空间呢 可能就没有三箱这么丰富了 当然就要看大家喜欢了 如果是我呢 我觉得买A3我可能会选得很像 因为我想要运动一点 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想要一些 相对更加中庸一些 居家又能上下班的一台车子 所以三箱可能会好一些 那空间大概就这么大了 但这台车里我觉得后排不是重点 整个这台车 我为什么略过了外观 就要去讲这么多呢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去讲前面的内饰了 这台车的内饰 就是最值得你仔细看 走我们往前看 坐进台就会发现 它和我们之前认识的奥迪 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怎么不一样了 来我们来看一看 以前的奥迪 它的这个出风口 一般来说是坐在这个地方的 对不对 但你看 现在它把两个出风口都坐在这里了 所以你一坐进来的话 你会发现这台车 真的是左右不对称 左右不对称 很多的功能都是为左边而准备的 包括这块液晶屏 它也是侧面侧过来去给到主驾的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看到这台车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好多地方都是会包裹着我而来 为驾驶者而承载的一台车 这里面有很多是奥迪以前没有过的设计元素 那我们看看 首先是两个出风口这么近的话 有人会觉得好像 它就有点小蓝波近击的感觉 我也觉得有点 真有点 而且有一个小小细节 是我今天开 多谢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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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量相差0.1升 但是动力是一模一样的 150匹和250牛米 所以我也不知道 新发动机装上以后 开起来的感觉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有机会带给大家试试吧 今天我们也不是一条 特别认真的一条试车的视频 就是非常简单的 和大家去讲一讲 这台奥迪A3 第一时间拿到车 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 有没有什么要值得吐槽的地方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吐槽的地方 我觉得我有一个小小的吐槽的点 你看上面的天窗 这个时代了 我还用手来拉这个小窗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吐槽的点 就是这个地方 应该要做一个电动 而且中国人喜欢大天窗 如果加点钱 可以让大家上一个大天窗的话 我觉得倒是也可以提供这样一个选择 对吧 毕竟你看 现在的很多国产车 都是一个巨大的天幕了 有一个大天窗 说女朋友 躺在山顶上 看看星星 看看月亮 做点喜欢做的事情 这也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 这不就是奥迪A3的那种生活方式吗 又年轻 又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总得要一个大天幕 谢谢大家 这一期就这么着吧